今年我國總統大選完成之後 非常感謝貝里斯 楊可偉總督及巴洛總理閣下來涵祝賀 並派遣回閣副總理及阿林頓外長 專程來臺參加520的就職典禮 充分顯示兩國深厚的情誼 巴洛總理從 2004 年以來 第三度出任總理 創下貝里斯歷史記錄 也獲得人民高度的支持 除了致力振興經濟以外 也積極推動公共建設 展現卓越的領導力 也為貝里斯帶來新的氣象 貝里斯積極參與中美洲及阿勒比海區域論壇 積極提倡島國合作 共同因應氣候變遷 並且關注自由民主 和平安定 以及繁榮發展的議題 這些都是我們共享的主流價值 也是兩國友誼的兼顧的祭司 在這裡外 特別感謝貝里斯長期以來 在國際社會為臺灣發聲 給予堅定的支持 臺灣和貝里斯具有 27 年的深厚友誼 多年來 臺灣持續在農業 醫療 衛生 以及人力資源等各項領域 提供貝里斯必要的協助 相關的成果獲得貴國潮野的肯定 我們也期待 未來雙方可以積極發展經貿合作方面的潛力 加強雙邊貿易和統治 賀代安大使曾經擔任貝里斯歷史文化院的院長多年 過去曾經大力推動貝里斯鋼鼓樂團來臺演出 獲得熱烈的迴響 也曾經跟我國合作 推動貝里斯學童美術教學計畫 有很好的豐碩成果 賀代安大使來臺旅任出了表示歡迎 也希望未來兩國之間的互動合作 能夠更深入 更加密切多元 我也重申我國對台北關係的重視和承諾 未來也會跟貝里斯各界共同努力 持續提升兩國關係 也期盼貝里斯在國際社會 繼續大力支持臺灣 做彼此的後盾 謝謝